在立法院裡面剛投出來的趙偉選舉結果 幾家歡樂幾家愁 為什麼我說幾家歡樂幾家愁呢 因為之前有很多人預測 關鍵八席還會得到趙偉一席 但是看完這個之後 關鍵八席沒有得到趙偉一席 因為關鍵八席通通跟著國民黨投 通通投了國民黨的人選 而大家看到在國民黨的人選當中 好險好險我們司法法治 不是由更生人傅昆奇來談判趙偉 他選出了一個新科立委吳宗憲 這個新科立委到底要怎麼樣去了解 在立法院裡面怎麼樣意識運作 所以還是恭喜傅昆奇 這個更生人可以有可能 當司法法治的地下召集人 有可能是這樣 因為傅昆奇一定會給吳宗憲 很多很寶貴的建議 很多很好的建議 所以未來在司法法治 推動的司法改革 背後都有更生人傅昆奇的努力